临时特别组被调派到海关支援 原以为只是一次轻松的外派任务 艾德却无意间发现有海关人员涉嫌走私军活动 于事态紧急 艾德和派瑞等人协议在未汇报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并追踪到一个废弃的大楼前 趁当他们以为这次能人装定卧时 却突然遭到一大群犯罪分子为敌 记得更容易 关于我 处理 金 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